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牛不拉 我是鸽子 这个是兴臣的第三天 这个要出发去耐养 也很一吼都没有谁吼 可能是这几天兴臣也比较干 哎 叫我的矮盐吃了 还是稍微有点咳嗽 已经吃了这么多了 这一会得要着喝口留点吃饭 喝了一瓶水 再养了几个盐吃饭 到那样 敌赞 敌省寺 敌省寺 到春天的时候会开满紫色的喇叭花 第二站赖了那样摇一包 那样又是艾操之祥 港下全都问到了 坑洞了一股艾操味 我赖了时候还吃了几个艾操 艾球跳 这个平时神话中也都用到 泽东上艾操 然后搁这里边胶板 中等会儿就是泽东捐艾煮 捐好了一口搁 修前说说呢 不掉这不掉毁 你看这个叶片 叶片有大有处 刚才听到这个简便 大家埋着艾煮就是 第一个就是问 如果问到这种艾操的香味 那就是可以的 如果问到哪一种瓷壁 难问 那就那都不幸 再一个就是 捏 然后就是这种煮 燃烧了以后 它那魂是光化的 磨着就是特别广 还有一丁就是 这个这个死 泡到水里边 两三年都不会沉淀 或者不是客厨 还没好力量吗 然后给我了几个 这个琴绳鞋 然后回去了 铁到那个 废书穴 铁了客厨会坚勤很多 不去聊试试 在这个地方都是 大包小包的往家带 这是我买的 刚才做个儿买了 没有拍到 大家购买的那个场景 这里也可疯狂 咱姐哥的行程都结束了 给大家看一下 我买的东西 这个因为他们只有 小小孩的麻吉 所以卖了两个麻吉 一个是给老头女 这是艾草麻吉 然后这个是给光馆 还有一个菜 还有一个小肚头 这个是给弯弯 然后还买的这个艾鹤 这头是给他拿的 因为他以前的时候不是摟 新鲜和哥哥 冬天的时候 剪帮老是给外边摟住 现在一到冬天的时候 剪帮亮腾亮腾的 人家说这个 用这个艾鹤酒 然后里边仿一片生酱 就是酒这个部位 小哥哥好 给安尿姐麻 埋了一鹤 因为那边安麻是 它是搅坏那个地方 有骨瓷 人家说用这个艾鹤酒 里边夹一把蒜 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治不痛的东西 夹一把蒜 然后用这个艾柱放里边 就是用这个艾柱放里边酒 然后 骨铲来酿买了一个 酿不是摇骨受伤了吗 有这个酒 然后触缝 然后弄小桶 这摇骨胸呀 就是这种四链喝的 因为这摇骨 它穴位比较多嘛 就这样带到摇上 然后也不音箱赶快 酒疗这个艾柱 一吼一个消失 不能碰亮水 因为劝神的那个 冒空都展开了 所以不能碰亮水 就是收伙慢慢 回去了 就给他们送去 然后 这